古克蘭的局勢持續緊張 感覺上好像一個任人如玉的小國 毫無還擊之力 但是其實這個是不是烏克蘭唯一的宿命呢? 如果烏克蘭在歷史上保住一些機遇 會不會今時今日不單止是不會被俄羅斯威脅 反而會成為一個歐洲的大國呢? 我們想這些問題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會找到一些現實政治的憑殖 因為在面積上烏克蘭是在俄羅斯之外 整個歐洲國土最大的國家 人口亦都超過4000萬 而這4000萬已經是他失去了克里米亞等土地之後 被所謂完善的數字 即是他本英硬件上應該成為一個歐洲大國 再加上他是著名的歐洲糧倉 理應任何資源都十分之豐富 為什麼他現在會成為一個病夫呢? 話說在蘇聯解體的時候 烏克蘭是俄羅斯以外蘇聯最重要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而且他本身也是一個聯合國的創始國 即使在蘇聯的時代都已經有自己獨立的聯合國席位了 我們今時今日這樣想好像很奇怪 蘇聯是一個獨立國家 有什麼可能烏克蘭是他一部分都可以有聯合國的席位呢? 但這個正正是當時國際社會對主權的理解 對聯合國成員的理解和現在是幾不同的 蘇聯當時是有三票 除了蘇聯、烏克蘭還有白俄羅斯 都是聯合國的創始國 有機會我們可以再講 在蘇聯內部 烏克蘭的經濟力量是雄厚的 剛才說過是糧倉 也有其他的資源 軍事力量也是相對雄厚的 蘇聯是部署著名的黑海艦隊 在克里米亞入面 而克里米亞本來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後來是被克魯曉夫贈送給烏克蘭 其實也是想做一個第五中隊去控制著他們 但怎樣都好 克海艦隊的編制當時就放在烏克蘭這裏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蘇聯是一個重要的核武大國 而當時也放了很多核武在烏克蘭 如果只是講數量的話 在蘇聯解體的時候 烏克蘭的核武軍備居然是排全世界第三 即是只居於美國和俄羅斯之後 比中國、英國、法國等等更加多 所以在國際關係上 烏克蘭的核武從來都是一件十分之有爭議性的話題 話說在1994年 烏克蘭終於決定全面主動放棄所有核武器 為何這樣做呢? 我們都知道今時今日很多國家 譬如說北韓 他是用盡一切方法都要爭取核武來捍衛自身的安全 譬如說伊朗這類國家也很想爭取核武 但是主動放棄核武的歷史上本來只有一個案例就是南非 南非本來在白人政權的時候 即是種族隔離政策的時候 研發了核武 去到政權交接 變成民主政體 後來當然是黑人主導 因為本身南非是以黑人為主的國家 那麼白人政權就決定主動放棄 銷毀所有核武 烏克蘭和當時另一個蘇聯存放核武的國家 哈薩克就是之後主動放棄的例子 一方面這個是烏克蘭當時用來換取國際援助的籌碼 當時90年代是全球化時代的開端 當時美國開始覺得俄羅斯都已經不是對手了 俄羅斯也在葉利欽總統的領導之下 全盤西化 西方不要擔心他 再加上整個世界 當時的90年代是美國獨大的單極世界 西方是力主全球無核化的政策 在這個無核化的大綱領之下 烏克蘭就覺得如果他硬留下核武在這裏 用不可以是另一件事 西方國家會認為他是一個敵人 俄羅斯也會不開心 既然是這樣要核武來做什麼呢 相反西方國家提出一些誘因 如果你放棄核武 我們就會給一些經濟的援助 亦都會簽條約去捍衛烏克蘭的國家完整等等 當時西方國家出了這樣的利益 給烏克蘭去選擇 第一有錢 第二 西方大國簽的條約和俄羅斯一起確保 烏克蘭可以主權領土完整 當然現在也知道條約是沒有用的 但這就是當時烏克蘭的想法 當然俄羅斯是有解釋的 他說這個條約只不過是保證了 烏克蘭不在挑釁別人的前提之下 才有所謂的領土主權完整 克利米亞本身主動要求俄羅斯去合併 這就不在那條約的涵蓋範圍之內 當然其他國家都不是這樣看的 西方都是沒有能力捍衛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這就是事實 我們先不要說這一筆 另一方面 究竟烏克蘭當時的核武是否真的有用呢 一來要維持一個核武的倉庫是好費不費的 再加上烏克蘭當時的情況是需要加其他大量的投資 才可以真正使用蘇聯遺留下來的核武 因為控制烏克蘭核武的程式 其實依然是由俄羅斯那一方掌控的 雖然說烏克蘭有的武器不是完全不能用 但是估計是需要多一兩年的時間 才可以研發到怎樣可以徹底接收、自行、使用 還有這個是不是真的可以 還是不知道 都是當時的估計 如果搞了一大輪 原來按那個按鈕 都只是俄羅斯才按到制的 那就好虧了 再加上保養、維修、更新等等的開支 如果沒有其他國家協助的話 也不是當時白費待興的烏克蘭 所能夠獨力承擔的 90年代的烏克蘭政府 其實是十分之貧窮 我們知道今時今日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 遼寧號其實就是購買自烏克蘭的 當時就是蘇聯解體 留了一隻航母在烏克蘭 他覺得沒什麼用 拿來拍賣 但是又不敢明博張膽地賣給中國 即美國和俄羅斯都會不開心 那就賣給了一間 即是在港澳某一位解放軍前軍官 來到這一邊就整個一間公司 然後就投標 就說買一隻航母來造島船 後來輾轉就變回遼寧號 這個故事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即是由這個烏克蘭連蘇聯的航母都要賣 大概你會看到他會怎樣看待 蘇聯圍流下來在他境內的核武器 但是如果 當然這是一個平行時空的問題 如果當時烏克蘭的領導人 預視到今時今日烏克蘭的局面 即是說俄軍兵臨乘下幾乎是毫無抵抗之力的 當時如果他們張核武留下來 歷史又會怎樣 烏克蘭又會怎樣 俄羅斯又會怎樣 歐盟北約美國等等又會如何 這個問題當然是不可能有完全統一的答案 因為每一個角度都可以有不同的思考 一方面如果美國是有遠見的話 當時他決定扶植一個擁有核武的烏克蘭去制衡俄羅斯 就好像中國扶植擁有核武的北韓 久不久就在東北亞搞局 就可以完全制衡了日本和南韓 如果是這樣的話會不會是一個一勞永逸的方案 令到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不會再無限擴張 好像今日這樣呢? 如果有了烏克蘭的核武制衡俄羅斯對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壓力 譬如說他會不會出兵 或者是別人國家搞了兩個傀儡過 這些手法會不會可以修煉呢? 而有了核武的烏克蘭如果捱過90年代短暫的經濟危機 又甚至好像北韓那樣豁出去 總之我就是要發展軍備 又會不會足以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區域大國 甚至是歐洲裏面的一極 在歐盟俄羅斯之外成為了一個第三勢力呢? 沒有人知道 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這樣想 反過來 俄羅斯如果制服不了烏克蘭的話 可能他也制服不了 另一個前蘇聯存放大量核武的國家 中亞的大國哈薩赫 我們也曾經介紹過哈薩赫的國土是全球頭十名 是比烏克蘭更加大 天然資源亦比烏克蘭更加豐富 假如他保存了核武 那是不是就無需借俄軍去處理他的內部事務呢? 中亞現在已經是各方爭奪的對象 但如果哈薩赫是以核武國家的身份強勢出擊 他的區域影響力可能是不下於伊朗的 那到時中國的一帶一路 可能一去到西部一出關 就會撞到這個崛起中的有核武的中亞大國 那麼哈薩赫作為一個這樣的身份 亦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算盤 那會不會整個地緣政治的格局都會改善呢? 如果烏克蘭、哈薩赫的國力 都可以跟法國、伊朗等類型體的國家相似並論 那世界又會不會出現一個真正多極化的狀態呢? 俄羅斯的實力範圍固然會在這樣的平衡時空之下大幅度萎縮 而中國崛起的歷史軌跡 會不會亦都會隨之而有一些微調和改變呢? 但另一方面 烏克蘭如果真的沒有放棄核武 又是不是真的會形勢大好呢? 如果他保留核武的話 西方亦都一樣會擔心 萬一烏克蘭整個民意是會越來越倒向俄羅斯的 那就不單止是不能夠制衡俄羅斯 反而是會製造多一個好像俄羅斯這樣的對手出來 那會不會西方國家會更加擔心呢? 我們就以2014年的所謂顏色革命為例子 當時親俄的烏克蘭總統是阿魯科維奇 一出事他就走路去到俄羅斯 如果烏克蘭已經是一個有核武的國家 那可能俄羅斯一早就直接出兵 以保護僑民的名義整個烏克蘭佔領了 就不會像今天相對還是有些克制 那對西方來說 會不會反而是將整個俄軍引向北約直絕的邊境 是比現在更差呢? 那我們也不知道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歷史的平衡時空的可能 說到底今天是2022年 看回90年代、1990年代 剛剛冷戰結束、單極化的時代 都好像仿如格勢 當時是一個非常不正常地全人類樂觀的時代 但這種樂觀絕對不是歷史的常態 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 他是真心認為歷史已經終結了 美國這種意識形態、資本主義、自由社會等等 是沒有其他選項的 但卓爾夫人在80年代尾也說過他的名言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沒有其他選項除了西方這套之外 他們都以為俄羅斯已經是徹底純復 90年代俄羅斯的葉利欽經常都要向西方黑球援助 他國內政權也不穩 是完全不是普京今時今日的做法和氣焰 而90年代的時候 西方也都認為中國是真心想去融入世界的經濟秩序 以及會完全遵守世貿的遊戲規則 所以亦都很順滩地以一個engagement 拉攏中國 希望和平演變的前提 歡迎加入世界體系 剛才我們說的都是90年代世界的研判 和現在是完全不同 當然了 如果是有誤判的 自然會有人要承擔後果 在90年代的時候 針對著烏克蘭核武、地緣政治、文明衝突等等這些議題 不同意或者不主張烏克蘭放棄核武的聲音是很少的 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就是國際關係著名的學者 John Versheimer 他是進攻性現實主義 就是offensive realism這個學派的大師 亦都是建立這個學派的學者 基本上他是會相信 正如他的名言 他本書名這樣說 大國政治是有個悲劇的 譬如說兩個大國一個崛起 一個慢慢衰落 就算你自己不想競爭 你結果也是競爭了 他是持這一套這樣的世界觀去看世界 於是他在90年代就預言 一個沒有了核子武器的烏克蘭 絕對會自身難保 這個這樣的預言 其實當時只有他一個這樣說 就是一個重要的學者群當中 今天看來好像也說得挺重的 不只是烏克蘭自己駐身難保 今天的西方 就算要重新扶植一個有競爭力的鄰國 在俄羅斯旁邊或者中國旁邊 亦都已經是力不從心 進攻性現實主義這個學派 他一直就會認為 在美國的角度 是應該及早防微導線 預防中國的崛起 所以剛才他這樣預言烏克蘭的前景 其實也是開探西方 不是走這條路線 才有今天這個形勢的出現 所以說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我們在不同的角度 當然可以閱讀世界同一的事實 有不同的結論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就是 烏克蘭的形勢 絕對已經令到他失去了 成為一個歐洲大國的所謂夢 今時今日的烏克蘭 只不過是一個緩衝國 西方和俄羅斯中間的一個緩衝國 很難說他有什麼自己的能量可言 而今天的哈薩克某程度上 亦都沒有將他地緣政治的潛能 盡情地發揮 如果這個世界時光倒流 二十多年前有關的領導人 作出其他的決定 我們現在又會活在一個 什麼的平衡時空呢?